冬天到了台湾人爱吃锅年产值高达了300亿 最近还兴起是顶级肉片风潮 说到和牛一般人想到都是日本和牛 就平均一片要价800块钱 有业者嗅到商机现在改推美澳和牛 因为饲养的方式不同 像是澳洲和牛这油花虽然比日本和牛少一些 但是油花分布均匀 有像是大理石的纹路 跟日本和牛来比一比 价格能够砍一半 这美国和牛油花相对少 但是对于不喜欢吃太油 肉味重的消费者来说就很适合 不管是麻辣还是白汤 冬天围炉就爱火锅这一味 但现代人吃锅食材也越来越讲究 厂攻冬季火锅市场 有业者推出顶级和牛肉 从外观上来看 比起一般的火锅肉片 它的油花更密更均匀 所以大概就是汤滚状况之下 烫三秒就可以吃了 带着红热色泽的半熟状态 吃起来滑嫩顺口 美药和牛大举公台 纯粹是因为自己也很爱吃 对然后想说用这样子的东西 先来尝试看看 然后让我们自己先吃得满意 也才想说拿给消费者尝试一下 亲自品尝南党美奥和牛美味 干脆自己也来卖 但怎么会选澳洲跟美国和牛 一般熟知的日本黑毛和牛油花蜜 平均一片要价800元 是全球最顶级 吃一片可不便宜 澳洲和牛油花虽然少一些 但分布均匀 像大理石纹路一样 每片约550元 算CP值高的和牛款 美国和牛油花相对少 每片350 对不喜欢吃油 肉味重的老饕 就很适合 因为它油花的细致度 不到它顶级黑毛和牛的细致度 这么的多 但是它油花的分布 也是非常的匀秤且丰富 所以它在食用澳洲和牛的时候 它的口感是非常的棒的 美奥和牛和日本和牛PK 黑毛和牛油花多 煮熟后颜色浅 如果入口即化 澳洲和牛颜色深一些 油花均匀 比较有口感 美国和牛颜色最深 牛肉味道重 适合爱吃肉的消费者 澳洲和牛这一块 因为它吃起来比较有嚼劲 喜欢日本的 是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肯定的价格高 是不少饕客最爱 美奥日各有优点 多了解食材 挑最合胃的肉体 才不会白花欲往前 藉程旭高江 《主台湾报道》